大家好,欢迎来到《庄子门徒》 我们继续大宗诗 子三户,孟子返,子晴章,三人相遇有 前一讲我们是子嗜,子余,子离,子来世人,相遇有 这一讲是子三户,孟子返,子晴章,商人,相遇有 愿,孰能,相遇于无相遇,相为于无相为 就是不刻意中交往,互相交往,相遇于无相 不刻意帮助下,互相帮助,相为于无相为 孰能,登天,游物,脑条,无极,相望于生,无所穷中 三人相逝而笑,莫逆于心,遂相遇为有 前一讲我们是四人,相逝而笑,莫逆于心,遂相遇为有 一样嘛,子三户,孟子返,子晴章,这三个人是好朋友 那他们怎么成为朋友呢?因为他们曾经说过 谁能在不刻意交往中,互相交往,相遇于无相遇 不刻意帮助下,互相帮助,相为于无相为 谁能超然于万物之上,登天游物,在无极之境遨游,忘却生死,相忘于生 并永远保持这个状态呢? 那时候啊,就是说这段话的时候啊,三个人互相看着对方 发出会心微笑,相适的笑嘛,彼此心意相通,莫逆于心 于是结为好友嘛,就是他们三个人成为好朋友的背景啊 接下来,莫然有见,而子三户死,未葬,孔子文之,始,子贡王 世事焉,我们知道啊,孔子以前啊,也经常担任那个 主持,商礼的人啊,就是协助,就是大家,人们 就是办理商礼,因为先进时候,那个商礼的仪式 是很复杂的,我们从,因为孔子是提倡周礼嘛 我们从仪礼中,然后世代夫的商礼里 是很繁复的,其实不止,古时候不止商礼啊,婚礼也是 但是,仪式也是很复杂的,然后就是平静过一段时间啊 就是这三个人,然后子三户死了,还没下账 孔子啊,听到这个消息,就派子贡去帮忙料理上市 孔子上场啦 或编曲或古琴,相贺而歌,冤 皆来,商户夫,皆来,商户夫 而,这边儿就是儿,就是你的意思 而依反其真,而我犹为仁依 而子贡,就听孔子的话,议令啊,就去,就去帮忙嘛 就要去帮忙他们处理商事嘛 然后他到的时候发现啊,孟子凡跟子秦章这两个人啊,因为 子三户死了嘛,就剩另外两个嘛,孟子凡跟子秦章 一个在编曲,一个在弹琴 或编曲或古琴,一个在编曲,一个在弹琴,然后一起唱啊 哎呀,子三户啊,哎呀子三户啊 你已经回归自然,而我们还活在人世间啊 就是,子贡看到他们那边,弹琴唱歌啊 子贡什么反应?子贡,趋而禁渊 你们敢问,林诗而歌,礼乎 两人相试而笑冤,誓乌之礼义 孔子啊,啊子贡,向前问他说,啊,请问啊 你们这两个啊,对着尸体唱歌,这样合乎礼法吗? 因为他们这种行为啊,跟他从孔子那边得到的教导 是不一样的啊,要有礼啊,怎么在那边弹琴唱歌,这样对吗? 结果那两个人就是孟子凡跟子秦章相试而笑 说,哎呀,你呀,就说子贡,你哪知道礼义法的真正含义啊? 结果,子贡怎么办呢?哎呀,本来孔子派来帮忙啊 结果,到那边看一样,好像不需要他帮忙的样子,所以他就回去了 子贡反,已告孔子,冤彼何人也? 修行无有,而外其以行孩,临时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也? 啊,子贡回去啊,就是孔子派要去帮忙嘛,结果现在没办法帮忙,就回来了 然后跟老师报告一下啊,所以子贡回来就跟他遇到的事情啊 就是他们在那边唱歌啊,对的事情在那边唱歌,这件事情跟孔子讲啊 然后就问孔子说,哎呀,他们到底是什么样人啊?你看 既不注重内心修养,修行无有,也不注重外表遗容,外其行孩,那边古琴唱歌 对着尸体唱歌,脸色色不变,颜色不变,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他们啊,无以命之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这边啊,编曲啊,古琴啊,香鹤儿歌,然后林氏儿歌 是这样嘛,我们在那个志乐篇,我们还没讲到 会讲到啊,庄子妻死,惠子吊之 庄子则方机具,古盆儿歌 人家是古琴儿歌啊,庄子是古盆儿歌啊,庄子 这妻子死了啊,惠子去吊伤啊,惠子是庄子好朋友嘛 那时候,庄子正蹲在地上,一边敲着瓦盆,一边唱歌啊,你看 他们这些,道家的人物,做事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孔子听了子贡的疑问之后,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 孔子曰,彼,由方之外则也,而丘,由方之内则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辱枉吊之,丘则肉也 孔子说啊,他们啊,就说那个,孟子凡跟子秦桑,他们这些人啊,是遨游于世俗之外的人啊,我是遨游于世俗之内的人啊 我们现在不是讲,方外之人,就是指那个生道那些出家人,就是方外嘛,就出家,我们是一般人在家嘛 方内,方外,这个方啊,基本上就可以看成这个,框框嘛,我们知道方是个框框,就是俗世或世俗的那个框框 那,他们就是遨游于世俗之外的人,我是遨游世俗之内,外内不相及,就是世俗内外,是不相干啊 就是,我们是不同观念的人嘛,然后我还派你去吊伤,哎,是我太无知了,丘则肉也,我才没搞清楚状况啊 然后孔子还接着说啊,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何而由乎天地之一气? 彼,以身为,负罪玄游,绝患溃庸,服务若然者,又乌之,死,生,先,后之所在 就是说,孔子接着说啊,他们这些人啊,就是,凡外之人啊,他们要把,就他和造物者,就是道啊,作伴啊 然后有在万物初始,混沌一体的境界啊,他们把身啊,看成身上多余的,醉流,然后把死就看成农床溃破一样,就是,一样啊,反正都只是多出来的东西,然后溃,死就是农床溃破一样,就,不以为意啊 像这样的人,又怎么会在乎死生的先后顺序呢?对不对?以身为负罪玄游,以死为绝患溃庸 接着,还没说完哦 甲鱼以义物,脱鱼以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忠实,不知端倪 他们这些人看来啊,孔子说啊,在他们这些人看来 生命只是假借不同的外物,寄托在同个心体上而已啊 他们忘掉体内的肝胆,也忘掉外在的耳目 生死反复循环,他们不会去追究先后,谁先,就生了呢? 因为生死就一个循环,生死,生死一个循环,一个圆圈 那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啊 这跟我们大宗师前一讲,指示讲的话有点类似嘛 指示不是同一辈吗?他不是说吗? 竟假而化羽之左臂,以为基,羽,这边羽就是我,因以求实验 竟假而化羽之右臂,以为淡,则羽,因以求消至 竟假而化羽之鲍,以为伦,以神为马,云,因以臣之,其更加战 有没有?就是,意思是哦,不要执着形体啊 对不对?不要在意形体,不要执着 公子接着说啊,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虎为之夜 这段,我们在逍遥,我们还没讲到逍遥,逍遥是我们 会时跟庄子说啊,他有一棵树,就是那个臭春啊,就是若以乔木,我们常当行道树 有一个树啊,的大树,没什么用啊,然后庄子就跟他说啊 彷徨乎,无为其策,逍遥乎,请我其策 就说,你啊,可以悠游自在的,在这个树旁边散步啊 逍遥自在的,躺在树下休息啊,为什么那个树一定要有什么用呢? 回到大宗师 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夜 彼,又乌能,愧愧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他们啊,自在的,徘徊在尘世之外,自由地遨游于无为之中 他们又怎么会傻傻地遵循世俗的礼法,不要给众人观看呢? 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孔子说到这边啊,然后子供听了,有另外一个疑问啊 子供冤,然则夫子何方之一? 子供问说,那老师您啊,就问孔子说,你要归向哪一边?何方之一? 刚才不是讲到,有方内吗?方外吗? 那你到底想要归向哪一边啊? 你说我们现在是,你现在是方外,哦,他们是方外,我们是方内 那你之后,到底想归哪一边? 孔子怎么回答? 孔子冤,秋,天之入民也 虽然,无以辱共之 孔子说,我啊,秋就孔秋嘛 是自然说,惩罚的人,天之入民 啊,话虽如此啊,我还是要和你共同联命 努力啊,跳脱到世俗之外,对不对?他的目标还是在那边 孔子冤说,虽然我们现在是,由方之内的,然后我们的目标也到由方之外嘛,跳脱世俗的匡匡啊 为什么说,秋是天之入民 因为,可以对应啊,我们得冲浮啊 书三五子总见仲宁那一讲啊,那就是,书三五子就是去看孔子嘛,然后跟孔子一专对打 然后对打之后,书三五子又跑去找老子嘛,然后他跟老子有段对话,最后说 老大冤啊,乎不,直死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自故,岂可乎?无子冤,天行之 天行之,所以他说他这边天之入民啊,天之入民啊,是自然惩罚的人 什么意思啊,老子说啊,你为什么不直接让他,就是,老子是跟孔子说 你怎么不直接让他,他是在那边,他是指孔子嘛 把死跟生看成一个循环嘛,死生白就是循环,自然的循环 然后把可不可,当成一体的两面嘛,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嘛 就是一体的两面,可加不可,才是一个整体嘛 解开他的枷锁啊,解开孔子的枷锁,这样或许行得通嘛 其可乎?然后书三五子怎么回答?书三五子说,啊,天行之,安可而解 这是上天,加给他的刑法,哪里解得开?他一直是说啊 孔子啊,在德冲府那一段,他是说,他一直 孔子啊,他就是想要求名啊,他给自己套上枷锁 那我什么办法?是他自己套上去的啊 这边天之入民说,因为啊,孔子就是要遵循士族的礼法嘛 他就是提倡周礼嘛,那他当然是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嘛 所以天之入民啊,他自己也知道 好,那,孔子说他要,五与辱,共之嘛 我们要共同辱力,跳出来士族之外嘛 子共就有一问啊,子共冤,敢问其方 那我们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方内,啊,怎么到方外 孔子冤,于,相照乎水,人,相照乎道 相照乎水者,穿驰而挤挤,羊挤 相照乎道者,无事而生定 故冤,于,相忘乎江湖,仍相忘乎道所 哦!这一段有没有?熟悉 我们在之前大宗师,相如以末 相忘乎江湖那一讲啊,不是有讲到 全河于,相与处于入,相许以失,相如以末啊 不如相忘于江湖,有没有?就是,他就说 泉水干涸啦,那几条鱼就一起被困在陆地上 就河床上嘛,因为水没了嘛,河水没了,就变成 就跑到,就漏在河床上嘛 然后这几条鱼只好,为了生存下去啊 因为他们要水嘛,那只好互相吹气啊 来施问对方啊,相许以施嘛 然后互相吐没啊,来论则对方,相如以末 因为要有些水嘛,不然怎么活下去 那,还不如相忘于江湖,就说 还不如啊,在有水的地方 那时候忘了彼此的存在,对不对 就不需要,你水很多,你就可以熬油自在 那边游来游去很自在,不需要说 没有水,然后彼此靠着紧紧的在那边吐没吹气 靠那么一点点的水气,想要勉强生存啊 然后坚困啊,对不对 还不如自由自在的,悠游在江湖中 逍遥嘛,对吧 他的意思是什么 人啊,也不需要靠谈情乱啊 你只要能够自由自在在道里面 多好,才能逍遥啊 可是道,道是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道看不到 听不见摸不着 但真实存在啊 对不对,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 没有标准答案啊,没办法讲一个定的啊 对不对 或者说,不要讲道 讲氧气啊 看不到,听不见,摸不着 真实存在啊,对吧 对啊 子供问他什么方法 孔子说啊 于适合在水中相处 于相照乎于水 人适合在道中相处 人相照乎道啊 适合在水中相处 相处的那些鱼啊 怎么办呢 挖个池塘 给他们就够了 那我们适合在道中相处的人啊 闲居无事 性情就安定了 因为子供问他要怎么样 从方内到方外嘛 孔子就这样回答嘛 所以说啊 于在江湖中可以互相忘记 于相忘于江湖 人啊,在道树中也可以相互忘记 对不对 人相忘无道树 子供还接着问啊 子供冤 敢问鸡人 子供说啊 请问 那些由于方外 不同于世俗的鸡人 是怎么样的呢 孔子说啊 冤 鸡人者 鸡于人 而谋于天 故冤 天之小人 人之君子 天之君子 人之小人也 孔子说啊 鸡人啊 就是 异于众人 而合于自然的人 所以说啊 行为不合于自然规律的人 他们行为也许是符合世俗礼法嘛 就孔子他们嘛 对不对 符合世俗礼法 然后行为啊 合于自然规律的人 他们的行为也许不符合素质礼法 就讲了那么 那个 孟子凡子晴章他们 好 把这一段 捏遍 子三户 孟子凡子晴章 三人相遇 有 冤 孰能 相遇 于无相遇 相违 于无相违 孰能 登天有物 脑条无极 相望以身 无所从中 三人 相适而笑 莫逆一心 遂相遇有 默然有见 而子三户死 未葬 孔子文之 时 子供 往世世焉 或边取语 或古琴 相赫而歌 冤 皆来三户乎 皆来三户乎 而以反其真 而我尤为人依 子供驱而近 冤 感问 林诗而歌 李乎 二人相适而笑 冤 如 是 乌之离意 子供反 已告孔子 冤 彼 何人者也 修行无有 而 外其行海 林诗而歌 颜色不变 无以命之 彼 何人者也 孔子冤 彼 由 方之外 则也 而秋 由 方之内 则也 外内 不祥及 而秋 始辱 枉吊之 秋 彼 方且 于造物者为人 而犹乎 天地 之一气 彼 以身为 赴罪玄游 以死为 绝患 溃庸 福 若然者 又污之 死 生 先 后 之所在 甲于义物 脱于同体 忘其肝胆 移其耳目 反覆 宗始 不知端倪 昂然 征征乱乎 成垢之外 下遥乎 吾 之夜 彼 又污能 愧愧然 蝟 违世俗之理 以观 众人之耳目哉 子供冤 然者夫子何方之一 孔子冤 秋天之入民也 虽然无以辱共之 子供冤 感问其方 孔子冤 于相照乎水 人相照乎道 相照乎水者 穿池而养己 相照乎道者 无事而生定 顾冤 于相望乎江湖 人相望乎道数 子供冤 感问其人 冤 其人者 其人而谋于天 顾冤 天之小人 人之君子 天之君子 人之小人也 子三户 孟子凡 子秦章 三个人是好朋友 他们曾经说过 谁能 在不刻意交往中 互相交往 不刻意帮助下 互相帮助 谁能 超乱于万物之上 在无极之境遨游 忘却而生死 并 永远保持这个状态呢 那时啊 三人互相看着对方 发出会心微笑 彼此行义相通 于是 结为好友 平静的 过了一段日子 子上互死了 还没下葬 孔子听到这个消息 就派子贡去帮忙料理上市 子贡到的时候 却发现 孟四凡和子秦章这两个人 一个在编曲 另一个在弹琴 他们还一起唱着 哎呀子上乎啊 哎呀子上乎啊 你已经回归自然 而我们还活在人世间啊 子贡看了上前说 请问 你们对着尸体唱歌 这样做 合乎理法吗 这两人 孟子凡和子秦章 相视而笑 说 啊 你哪知道 理法的真正含义啊 子贡回去后 把这件事 跟孔子报告 然后问孔子说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 既不注重内心修养 也不在意外表仪容 对着尸体唱歌 脸色 思考不变 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他们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说啊 他们是 熬游于世俗之外的人 我是熬游于世俗之内的人 世俗内外是不相干的 我还派你去钓伤 啊 是我太无知了 他们正要和造物者作伴 熬游于 万物出始时 混沌一体的境界 他们把身看成 身上多余的罪流 把死看成 牛窗 溃破一般 像这样的人啊 又怎么会在乎死生的先后顺序呢 在他们看来 生命只是假见不同的外物 寄托在同一个心体上 忘掉体内的肝胆 也忘掉外在的耳目 生死反复循环 不惧追究他们的先后 自在地徘徊在神世之外 自由地遥游在无为之中 他们又怎么会 傻傻地去遵循世俗的礼法 表演给众人观看呢 子公说 那么 老师您要归向哪一边呢 方内还是方外呢 孔子说 哇 是自然所惩罚的人 虽然如此 我们一起共同扭力 跳脱到世俗之外吧 子公说 请问 有什么方法呢 孔子说 鱼 适而在水中相处 人 适而在道中相处 适而在水中相处的鱼 花个池塘给他们就够了 人 适而在道中相处 闲居无事 性情就安定了 所以说啊 鱼 在江湖中 可以互相忘记 人 在道树中 可以互相忘记 子公接着问说 请问啊 那些 由于方外 不同于世俗的鸡人 是怎么样的呢 孔子说 鸡人 就是 异于众人 而 合于自然的人 所以说啊 行为 不合于自然规律的人 他们的行为 也许是 符合 世俗理法 行为 合于自然规律的人 他们的行为 也许不符合 世俗理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